接受检察機關審訊時候的片段 和窗戶在戶馬財產中收受了巨額賄賂 這點是我最大的犯罪欣慰 央視新聞也有報導 林祖鏈已經公認收受巨額賄賂 而是護行村林祖聯因為怕連累太太楊真 早前提出離婚 楊真說不相信丈夫探護 楊真又說他們在新聞上才知道林祖聯認罪的消息 沒有相關的官員通知他們 村民在下午再次上街繞村遊行 隊伍已過百名學生打頭陣 要求當局釋放林祖聯和處理土地被侵佔的問題 而原定上訪到鎮政府的計劃就暫時擱置 抱怨 viasi ni si 给你这样子